一甲本轮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 国米在第90分钟被扳平后 在第95分钟上演反绝杀 保住了一个82年的记录 本轮客场面对弗罗伦萨 国米在前15分钟便取得2比0领先 老塔罗在前15分钟助攻巴雷拉破门后 自己也打尽一球 他成为国米近11年 首位在一甲比赛前15分钟贡献传设的前锋 不过国米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连丢两球 被弗罗伦萨扳平2比2 而老塔罗利用点球再次帮助国米取得3比2领先后 又被约维奇在第90分钟打进扳平进球 当全世界都以为国米要丢掉两分的时候 33岁的新元姆西塔良站了出来 他打进了绝对异上的鸭绍进球 国米一分变3分 短短5分钟内 比分从3比2到4比3 这剧本太神奇了 要知道 姆西塔良在加盟国米后 前10次各项赛事出场都没有进球入场 这是他在国米生涯的首个进球 值得一提的是 姆西塔良这一例绝杀进球 也帮助国米保住了一个神奇的记录 就是连续20场一甲比赛没有平局 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还要追溯到1940年 至今已经有82年的时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